大家好 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删除电脑系统的备份档案 Windows 8安装升级完之后 都会留下一些安装程式的备份档案 这些档案容量很大 清理调可以节省很多硬碟空间 让电脑跑得更顺畅 有些电脑优化软体也会有这些清理功能 但微软的吃点清理设定这个程式就有这些功能 其实不太需要使用那些优化软体 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栏位里面有网址和密码 下载完之后 点选两下就会出现这个程式 这里可以选择要清楚哪个硬碟 我们先选择C 按下确定 将里面所有的选项打勾 按下确定 按下删除档案 删除完之后就会自动关闭程式 我们再点选两下这个程式 选择C 选择确定 选择清理系统档 选择C 选择确定 选择更多选项 选择更多选项 在程式和功能选项按下清理 现在跳出程式和功能这个程式 这里可以移除你不想要的程式 我们先关掉程式和功能 系统还原和阴影复制 这边可以删除以前的系统还原点 来减少占用硬碟空间 按下清理 按下删除 删除完之后就会自动关闭程式 当然你也可以为低止跌 一止跌等等进行清理 删除电脑系统的备份档案 可以检查占用硬碟空间 让电脑跑得更顺畅 谢谢